路透社引述四名美國官員表示 烏軍最近幾個月 以155毫米口徑榴彈炮發射集速彈 在前線取得成功 有見及此 華府正考慮為烏軍再提供射程 可以達到306公里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或將有集速彈射程72公里的制度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報導指 如果獲批准 以上任何一種導彈系統 都可以快速送到機庫 烏克蘭目前使用的155毫米口徑榴彈炮 最大射程是29公里 最多可攜帶48枚小炸彈 消息人士透露 現時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反攻行動 已經取得進展 白宮希望在此關鍵時刻加強烏軍戰鬥力 而白宮對此報導就拒絕置評 美國廣播公司較早前 已經引述美國官員透露 美國可能向烏克蘭提供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一旦提供 將會是美國對烏克蘭武器援助的明顯升級 美國今年7月對外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集速彈引起國內爭議 而加拿大西班牙等國家 以及聯合國都對此表示反對 克里姆林宮對此警告說 如果烏克蘭對俄軍使用集速彈 俄方將會被迫採用反制措施